高雄市长陈其迈时日出席第15届阿公电锡文学奖颁奖典礼 除了拼市政建设也同时重视人文发展 他表示阿公电锡文学奖、打狗凤义文学奖及高雄青年文学奖 是高雄三大文学奖项 而阿公电锡文学奖参赛年龄向下延伸 从国小到大专具人文关怀与对土地感情的连结 原先范围仅在阿公电锡 现在已逐渐扩展到二人锡及高频锡流域 从国小到我们的大专 那可以说是具有人文关怀 跟本土的对土地感情相当具有连结的文学奖项 所以原来范围是阿公电锡 现在也逐渐扩充到二人锡跟高频锡流域 陈其迈也感谢钢山大专青年协会 及地方社团十五年来对阿公电锡文学奖的支持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让小小文学家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大专 对这片土地的认识 以及人性关怀 用非常敏锐的笔尖创作出文学作品 今天特别来也是来鼓励来表达支持 这个我们这个阿公电锡文学奖的整体的一个 这个这几年的一个持续在这块土地耕耘的一个努力 希望说能够孕育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小小的文学家 让他们能够更体认到说 这个文学跟土地的连结 陈其迈期许并鼓励小小文学家 从台语同思 课语同思 赏文等方面 以土地人民为题材 创造出更多优秀感人的文学作品 让这座城市更加美丽 好 我们先开放